三代同堂是最幸福的 对很多人来说 但是这位阿嬷贵得很辛苦 不但今天是谁没办法照顾 反正回来要她来照顾 为了不争气的孩子 阿嬷就要带她照顾三个小孩 这三个孙子呢 有一个是孤冬儿 一个是唐世正 好感觉有一个是孤冬儿 二十几岁少年 这个就很聪明 让阿嬷很放心 阿嬷照顾这三个孙子 她这过得很艰苦 都是靠于一个人的探测 三个孙虽然有过动儿 有唐世正 但是阿嬷并没有放弃 但是阿嬷年纪大了 然后阿嬷就中风了 中风当中 正在养病的时候 孤冬儿又听到这个消息 就是一生将在 最健康的这个孙子 既然就在爱自瓶 阿嬷不知道 不知道要怎么面对 这么无情的名文 年轻的时候 为公子为养在拖沙 有一个很新生的过程 吃到老了 又又为了孙 这种人生 怎么叫她为由头 在这点这首歌 送给这位阿嬷 生外苦 请大家共同欣赏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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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君旗帝無奉陶 主彈黑暗暈前途 夢昂才能來保護 夢已旦來無奈落 戒指任何君照顧 馬賽哪路好 人萬兆來去打招 冰冰冰冰立了 紅燈七燈照照照照照 夜中照照照照 夜中照照照照 風景旗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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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